大家好 15点22分啊 这个再回答几个粉丝的提问啊 呃 也不叫提问 有的叫爆料吧 是吧 这个希望我给他们 有一些东西给说一说哈 这哥们说呀 坎爷您好 我叫某某某啊 我这个都给大家模糊化处理啊 真名我不会说的啊 然后 这是 出生日期我也不跟您说了啊 反正比我稍微年长一点啊 他是河南省鹤壁市骑滨区 河南不有个骑县吗 三点水 还有个骑滨区啊 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啊 鹤壁 鹤壁应该是 偏太行山那边吧 河南的偏北偏西是吧 呃 骑滨区啊 鹤壁市 大来电阵梦庄村人 自 今年三月底 我村的家族委员会啊 就是村里边也有家族委员会 就某一个姓氏啊 他们希望这个 外界给他们发声啊 当地政府 现在 做了一些坏事啊 也根本不听他们的 现在 他们还想 向市 河南省鹤壁市 还有河南省向国务院 都提出诉求了 并且给李克强 总理也写了信 还在今年的4月22号 专程送到 你肯定送不到李克强 本人手里吧 你们送到中南海 哪个门啊 新华门 还是大西门 大西门在府邮街那一侧 还是北门 是吧 国务院一般是北门 北门或者大西门 是吧 中南海是党政分开 国务院在北边 党中央在南边 是吧 北门就是那个北海公园 往西 北京图书馆分馆 马路对面 是吧 不知道您送哪去了啊 同时 有的访民状告省里 但却被由上至下 直到村一级 访民被受教育撤诉 被受教育 其实就是吓唬你 是吧 给你讲道理 反正软的硬的 软硬兼施呗 对吧 家族委员会 再到镇信访办 申诉 申诉了 青天大老爷真可怜 哎呀 申诉 哎呀 信访办在4月21号 给予书面受礼 答应镇里边 6月19号前 今天5月29了 还有21天啊 钱给办结 但要求村民在此期间 不能向上级反映同一问题 而我们给你解决 这事你就别再捅给别人了 啊 你比如说镇里边 就到我们这儿 别再往市里边 省里边 包括到北京 找国务院 找党中央 别找了 这个叫缓兵之计 那个前年啊 19年 我回中国 那个回北京 打一个滴滴快车 那个雄安新区的人 河北熊县 安新 荣城的 反正就这三个县 哪个县 我忘了 我跟他聊天 因为我老家也那边嘛 我老家人秋文安 也临着不远 后来跟我说点实话 那个也是李克强啊 之前到他们那视察去了 就那意思进度太慢 拆迁 拆不动 也是答应老百姓 给多少多少钱 一直没兑现 李克强一去 然后那个也是当地的那个地方政府跟他们说 现在总理都来了 答应给你们多少多少钱 你们现在就拆你们的房 拆完之后三天就给你们钱 结果呢 没给 这帮人又闹腾 可是你的房都拆了 他要过三天能给 实际上如果他有钱 他要表现诚意 他现在就应该给你 对吧 你为什么不提前给呢 老百姓你还怕老百姓吗 你给的钱还怕老百姓打爬 怕老百姓反悔吗 老百姓敢吗 老百姓不就是为了都要一点补偿吗 今后的生活有点指望 有点保障 对不对啊 中国老百姓 敢拿了政府的钱 忽悠政府吗 可能吗 有这么大胆吗 不可能 是吧 可镇政府在4月28号回复千人请愿书时啊 有上千人连名签名的请愿书时拒绝回答提出的诉求 说什么是民生工程 同时坚持镇长书记等一二十人进驻村里 各家过户的做工作 反签户 就是反对啊 他们是一个坟 古坟 古墓 反签户 就有生意就被关门和罚款 你看你要做买卖的 你不服 你不搬 不签 就给你关门和罚款 有工作者立即停职 你要在体制内的 包括老师 中小学老师 包括事业单位 包括公务员 你别上班了 这些做法都是非法的 可是在中国天天在发生 你也没辙 对强硬的反签户 大声斥责 说派出所来人了 抬口棺材给你签 村民地被争 房被拆 到处租房 有的连饮用水都没有 连喝的水都没有 就是让你不舒服呗 让你生不如死 让你感觉难受 最后你就让步呗 若反抗 又怕扔到监狱里 没人管 便不得不从 眼睁睁看着 六百四十六年的 文化遗产 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在这个地球上 要消失了 那那北京 那会儿叫什么闹市口 闹市北口 中口南口吧 就闹市口 从西单到长春街 这条街 那连那个什么光绪 还是什么康有为的故居 都给拆了 北京就拆了多少胡同 那个文物 那个老房子 那名人住过的 对吧 他这是个坟地 河南省 整个给你们那坟都扒了 河南省江西省 这两个省比较有名 对不对啊 这个平坟啊 为什么要说 耕地减少了 到底是耕地减少了 还是其他的原因 还是说这个殡葬行业 有特定的人要赚钱 我听说有一个人 我到安徽黄山 他们说李鹏他们家 也涉足殡葬行业 那是07年 我到黄山去过 当地人说 说李鹏家也经营 火葬场 殡葬行业 李鹏家都介入了 说黄山上 不是好几十里地 爬山那铁链子 那不是有一根一根 水泥柱子吗 还是什么东西 有那铁链子 说都是李鹏家的 反正中国都是这些 大官呗 是吧 这些这些红二代 红一代 都是他们搞这些东西 赚钱的买卖 都是他们的 关键在中国 你老百姓 哎呀 这土地是公家的 说是国有土地啊 农村叫集体土地 实际上变成当官的 说了算 谁是集体的当家人呀 父母官 所以最后他们变成了 总地主 总资本家 国家 中国这个政权 变成了总地主 总资本家 各地的 一个省的土地 有省长书记 他大权独揽 然后一级一级的分 这个利益是分的 当然是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啊 对吧 按道理 我们这坟六百多年了 这当然是我们家的 是我们这个姓氏 我们这个家族的 对吧 我们家河北文安县 河北廊房文安县 我们家的祖坟 还都给拆了呢 给签了 倒是没有给我们家 错股扬灰 那会儿是我奶奶 那会儿我爷爷还活着没活着 反正我奶奶先走的 80年我奶奶就去世了 后来可能是 我想一想 九几年 九十年代末 那会儿我爷可能也不在了 原来在我们老家管那叫汽车道 就是公路 北侧 北侧有我们家这个大家族的 有一块坟地 后来说千坟 我跟着我父亲 我叔叔 我们一大家子去的 签坟的时候 后来签到了马路南 现在我们家有个大坟地 有个坟券子 然后还种了好几棵大松树 有好几排那个坟地 就签坟的时候吧 说是不能见天日 这个已经死去的人的这个尸骨 其实要见 就是一个象征性的 就拿一个那个床单子 背单子在上面遮一遮 我奶奶就是都剩下一些骨头了 骨头棒子 是我老叔啊给拿上来的啊 就是这样吧 是不是 现在我们就签到南边 但是签到南边吧 也是我们那个堂哥啊 我们家的堂兄弟 人家的地 人家本来能种庄的 现在也是成坟地了 这我们还欠老家人的人情 是吧 回去给我爷爷奶奶 给我爸他们上坟 反正你也不能空手去吧 也得给人家 是吧 虽然说都一个性 是不是 但是好歹我们还保留着 像您这个说的六百 四十六年了啊 说这是民生工程 还是民部生工程啊 反正不让你死 让你还活着 但是让你不让你痛快 就是这样 我们请报社来采访报道 包括贺璧日报和河南日报 都杳无音信 他肯定不来 这老百姓你跟官府 一旦有点什么摩擦 他都不来的 我在北京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有媒体报道过我 但是我每次都多多找 就是多打电话 让媒体来 或者他们主动来啊 或者我打他们电话 你比如说 如果是我主动的 我打五个电话 能来三个就不错 他们有时候实话实说 说这些你这维权的比较敏感 我们就不来 有的报社就不来 有的报社来 就是这样 要现在我估计一家都没有了 我说的08年09年 我们唱了一辈子的国际歌 越老越得唱 请记住 这是梦庄的纪实 历史的黑暗 看历史将来如何评说吧 护坟委员会 还有个护坟委员会 第12次的发布 是 就是自己的祖先 中国人 有这种传承吗 文化 是吧 对祖先的祭祀 而且这个坟600多年了 这 这当然是老百姓的产业啊 可自从共产党建立了政权 什么你你你们家的你们家族的 是吧 一律不认 对不对 我枪杆子里出政权 是不是 你跟我碰碰试试 你看你的脑袋硬还是我的枪硬 对吧 以卵基石 现在没办法 反正我劝大家伙啊 是吧 就是你老家的人 我不主张谁去拼命 是吧 因为你比如说 刚才也说了 你有买卖 就让你关门 罚你款啊 你有那种固定的工作 就让你先停职 最后老百姓也只能是让步 真的 只能是让步 这这种国家 这种苏联模式的国家 斯大林模式的国家 他就是不尊重人的私有财产 包括你的土地 你的房屋 是吧 你公司合营 你的买卖都没了 对吧 百货商场 对吧 那个上海的 哈尔滨的 北京的 那些大买卖 最后灰飞烟灭 烟消云散啊 边货商场